来吧 因为这些马屁精的表现太有趣了 十多年后仍然栩栩如生 在我的眼前 栩栩如生 我在该机构算是第二代的老师 第二代的老师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 刚才我先有个前提 我不是完全清一水的抹黑 不是这个 我还是讲道理的 就是说第一呢 这机构有很多问题 但是多坏多邪恶也谈不上 也谈不上 就是刚才说的那种 猥琐 虚伪 小气 那些东西是事实 但你说多坏多猥琐也谈不上 然后机构里呢 也不是说高管全是坏人 我刚才讲过了 你为什么对这个机构去了以后 大家出来的老人 有截然不同的评价 取决于你去了哪个部门 哪个学校 哪一个领导手下工作的 其实就这个意思 然后呢 我们当年去的时候 有一些是平实力上来的 我讲过了 有一些马屁上来的 拍马屁上来的 其中有一个元老级的教师 那个人特别有喜感 我将来如果拍我的 如果我将来拍我的 这个自传体 写我自传体的书 和拍我自传体的电影的话 我一定要浓墨重彩的 把那个马屁精给描述了 终生难忘 期待 对我的前老板 对铁公鸡老板 倒不一定多丑话 或者是怎样 其实也不用丑话了 就把他真实面貌里的一半拿出来 别人就已经觉得是恶意丑话了 咱不说他 说那个马屁精 那个马屁精真的非常过瘾 我要不要说他的名字呢 我跟他失联也有二十年了吧 名字算了 名字算了 保不齐人家后来改写归正 现在是一位很受社会尊重的人士 我不知道 我不点名字了吧 就我们那个时期的一个马屁精老师 也是公司一个很 很重要的一个老师吧 我真特想说他的名字 克制克制 克制克制 克制 就百家姓里排前几的吧 只能这么说了 只能说在中国是一个大姓 令狐 你看有关心我的人说别说 我坚信他是关心我才说别说的 好我不说他的名字了 这家伙干什么事呢 我的同时期的老师 这家伙呢 在任何情况下 就是 就是他的马屁就拙劣到 就 我一直有一个固执的观点 我觉得我们在职场上混啊 如果是靠马屁混的 在混职场的 我们也要不要考虑一下马屁的品质呢 观感太恶劣了 对不对 你看 抖音上有很多段子说马屁的段位 然后什么从什么青铜到王者 你看过吧 马屁也是分段位的 但有一些段位实在太差了 你没法想象的恶劣 就我说的这位老师呢 他手法作料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铁公鸡老师 给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把一些 叫什么 老教师凑到一块 开个会啊 吃个饭啊 然后讲一些 七零鸡汤啊 然后洗个脑啊 POA啊 打打气啊 这种好坏事都混在一起 就砸办 给办了 然后有的时候呢 他讲得非常感人 我们那时候年轻 听着有一些 因为他也不是全虚伪嘛 肯定也有真的嘛 有一些真的 他的人生奋斗经历 有一些讲得很感人 我们也很感动 感动大家听着好的时候 也忍不住会鼓掌 这种事儿 即使在内部 也是时有发生的 对 但是呢 有的时候就 他自己控制 没讲好 就好像 你看我们脱口秀界 出来讲 有时候还讲了一个 精心讲 精心写好的段子 结果下边没有引爆 包袱没炸 就是 叫什么 哑巴花 对 崩爆米花的时候 没炸开 叫哑巴花 很难免的 讲西零鸡汤也是 你讲完了 suppose别人会感动 结果没人感动 而且甚至有点尴尬 这种事儿是时有发生的 对 当时这个马匹精呢 就有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一起聚会 就 有人又提另一个名字 跟他没关系 没关系 跳舞的 跟那个没关系 哎呀 这百年魔怪五篇先 三十年魔怪五篇先 然后那个 那个马匹精 有一次跟我们聚会的时候 这样的 我们铁公斤老师 讲了个什么呢 有人说周生刚 没有 跟周生刚没什么关系 周生刚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也没看到过 我在的时候 他来了 但我没看到 他当中拍马匹 这种恶劣行为 我没看到 我不知道 我就不能说 那个 对 就那个老师 然后铁公斤老师 跟我们说什么呢 他说 他想给我们讲一个 很感人的东西 但是分寸没有掌握 好一点过了 就是吃完了饭 给我们讲 讲说 当年 说他怎么不容易 然后领着媳妇 然后媳妇是天津人 然后爱吃海鲜 然后喜欢吃活鱼 不爱吃死鱼 但因为自己穷 老婆跟自己多年 只能吃死鱼 你知道这故事吗 讲过 在哪讲的 咱们吃饭的时候讲的 没公开讲吧 吓我一跳 我以为公开讲 因为我说了十多年 没对外说 私下讲过 那好理解 回味无求 没有无法 然后 他说他这个 天津媳妇呢 就是爱吃什么 活鱼 活鱼 然后因为跟了自己穷 然后天天给他买死鱼 后来自己终于 通过个人奋斗 挣了钱 发了财 给老婆开始 就买活鱼了 买活鱼吃了 这个事本身 其实挺感人的 对 我不想丑话 或者嘲笑这件事 但是他分寸没有掌握 好点过了 因为你看啊 你说 你看一个 一个从穷 屌尸创业成功的 一个老板 说你看 我媳妇是一个 天津人 爱吃海鲜 喜欢吃活鱼 然后我穷 他跟了我以后 就一直吃鱼 后来呢 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 然后最后 我通过努力奋斗 挣了钱 家里吃好鱼 吃活鱼 这正常说 就很感人 对 但那天可能 我不知道是情绪上来 想删一把 最后就很感人 很普通的一故事 收尾的时候 他突然就 硬拔了一下 说从此 我们家的饭桌 再也没有过 吃死鱼的经历 这个其实分寸 就没掌握好 有点过了 所以我们听完了以后 前面还挺感人的 最后这一句一出来 大家微微的有点尬 但是你又注意到 老板嘛 我们都是打工的 老板说完了 这个有意识的 停顿了一下 这一般是在等掌声 这个我们就很尴尬了 大家就觉得 如果你真的讲的 打动了所有人 我们哈哈一鼓掌 无比的自然 和谐 没有虚伪 没有恶心的东西 没有一些古怪的气氛 在这儿飘荡 对不对 但是 他确实没有讲好 于是我们一尬 然后就希望他 替他 这是要什么 别人不难为情 就你难为情了吗 你希望他赶紧往下说 对 就这个事呢 是一个哑巴花 这锅爆米花 没爆赶紧来第二锅 对 包袱没想 结果他分寸不好啊 他在那儿等掌声啊 这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很尬 一个二十多人的一个聚会 大家都很尬 就在那儿 心想怎么办呢 这时候有一些 道德底线低的 就开始犹豫了 心说要不我来吧 但又觉得 但同时又觉得 这是不是谁先来 谁不要脸啊 所以他想做 又有一些 人格尊严那些 导致的扭捏 就手这样了一下 又悄悄放下 这时候我就注意到 我们那个 我说的那个马屁精老师 哇 马老师 特别奔放 他不但第一个鼓了掌 你几次这样鼓掌 其实也是很尬 因为你这个 恰巧带动起来 一群人都跟着鼓掌 那就 那就 那就再立大功了 老板明前立大功了 结果这孙子呢 有点过了 他也过 老板也过 他也过 他的过 让别人不要脸的 想跟都没法跟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这个时候你就这样 大家可能犹犹豫豫 有七八个人 稀稀落落跟了 也就成了这个事 成就了一个事 结果 这家伙太过分了 他这样 老板跟他斜对面坐着 他这样 很刚毅的表情 就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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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说 那个特别牛 特别成功的 以至于他 没法正常鼓掌了 这个表情 再来一遍 上特写 就是 那个表情和肢体原写 你太牛了 你牛得冒烟了 你已经 都翱翔了 你 这谁跟得了啊 所以我们身边 也不是道德水准 都那么高 从高到低都有 就是个政态分布 结果 没有 第二个人 好意思 大家一看都惊了 然后我们多数人在中间 看看老板 看看他 就这样 但这孙子居然这样 鼓了二十多下 你说这个人有多坚决 这个人夹一石 必成大气 后来就成了 深圳新东方校长 哎 我这是不是 别把他说出来 哦 不对 深圳新东方历史上 有好几任的校长 对对 说了一口气 说好了 不点名的 然后他就这样 就这种事 时有发生 好几次 绝对不止一次 好几次 然后再过了一阵 他干了一个 让我们目瞪口呆的事 我们当时有市里的教学班 有郊区的住宿班 大家不就两头讲课吗 然后 然后这小子呢 去郊区住宿班 讲课的时候 是这样的 上午我还没记错 应该是八点半到 十一点 两个半小时 十一点到下午两点 休息中间有三个小时休息 这三个小时呢 因为要郊区 我们一大早起来坐车过去 所以大家去的时候 都是怎么说 早晨起得很早 然后上完十一点的课 赶紧吃口饭 都去睡觉 那午校至少两个小时 学校提供了很舒服的 睡午觉的屋子 我们几个老师 就像学校宿舍似的那种 一个屋四个床什么的 吃完饭到那睡觉 我们所有人吃完饭都睡觉 就刚才说 那个马屁精那哥们呢 他不睡觉 是这样的 学校在住宿班的 那个食堂和住宿部的主管呢 是铁公鸡他妈 老太太 老太太呢 就一直很能干 就是他不退休 然后他管那个住宿班的食堂 和那个校区 都是他在管 就铁公鸡他妈 他母亲啊 老太太 在那管 然后这孙子不要脸到什么程度呢 每天中午 你想谁愿意跟老太太聊天呢 你知道我意思吗 老太太在那也没什么事干 就钉一钉餐厅啊 什么就那些学生食堂啊 什么 结果他每天中午三个小时 真舍得下学本 天天去跟老太太聊 这有点像啥呀 你们知道那些卖保健品的片子很多 卖保健品的片子有一些就是 专丁一个子女不怎么来的那种 老大妈或者老大爷 这个你们听说过吧 在网上 然后呢 一天去三次 去问候 去寒问暖 给捏个脚 捶个腿什么的 所以很多老头老太的 弧度的时间长了呢 就把这个卖保健品的片子 当自己子女了 还经常拿他举例 说自己亲生子女不行 这种事 新闻经常报道 你们可能也看过 所以一般来讲 老人寂寞 这个是很正常的 然后这个 我刚才说的那个 就那哥们 那哥们每天中午三个小时 下学本陪老太太聊天 这个我真挺佩服的 下学本陪老太聊天 聊了一两个学期以后 有一天把老太太弄感动了 任他做了干儿子 你能想象吗 然后这个人不要脸到什么程度 下次学校这些 尤其教师聚会 培训或者吃饭聚餐的时候 老板在 这家伙也在 他认了老太太做干妈这件事 以各种方式 在公司都传开了 让所有人都知道 接下来还唯恐我们不知道 当着我们的面 当着老板的面 管老板叫哥 本来他管人家叫铁老师 铁公铁嘛 铁老师 现在他管人家叫哥 真的看得目瞪口呆 我这辈子看过的 任何狗血剧情 和恶心的电视剧 编剧都编不出这样的原物 但这个铁公铁 不是这个铁公铁了 这个 这个 拍麻痹的 我还漏了一个 最精彩的我竟然漏了 对不起我 先对不起你们 我也对不起我 他刚才不是这样吗 同时说了一句话 我们寒毛都竖起来了 他一这样呢 我们就有一些人 忍不住就表情管理不好 年轻嘛 忍不住留出 看着他这样鄙夷的那种眼神 有至少七八个人 二三十个嘛 有七八个流露出来 看了他 这个时候 他很挣扎着 补了一句 他有点难堪 他也是没有 上师人类的感知的嘛 所以他只是不管了 他不是上师了 他没有上师 上师不就脱米了嘛 他还是有的 他能扛住 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 他不是这样吗 这样 大家那种鄙夷的眼光 看他以后 他很嘴硬补了一句 他说 我们家也有过吃死鱼的经历 那意思是 他是灵魂深处共鸣了 他说后来 自从跟了铁公吉老师 我们家再也没吃过死鱼 就 哎呀 这一段我刚才漏了 我特别对不起大家 精彩 特别对不起大家 这大致相当于 好在咱们没收 那个 像偷修卖门票 那这个就得退钱了 退票 就你最重要的包袱 还漏了一扣 那你退钱了 幸亏是免费的 然后就说他认完这个干妈 开始当着我们面馆老板叫哥 然后没过多久 就去深圳新东方当校长去了 多吓人 第几代校长我就不说了 然后这个家伙后来 让我看一下 后来我是补完这个 后来呢 一个学期没干完 就因为贪污被抓了 公司那个叫什么 审计检查 去查账发现抓了 而且手法极其戳裂 根本没有高明的那个 就是直接把公司钱往自己账户里愣转 然后去的时候被审计抓住了 然后呢 给他干戈 其实他干戈也不想认他做干地 但人家搞定了他妈妈呀 你说这小多阴 然后 跪地求饶 但是我也说过了 我们铁空机老师呢 心比较软 这也是事实 他真的 我刚才说了 他不是什么坏人嘛 也不是狠人 心比较软 孙子跪在地上抱着腿 哭喊歌 最后呢 给开除了 钱账款当然退回来 开除了 但是没有 就没有抓 没有抓 这么一当的事 所以 哎呀 哎呀 三十年魔怪物偏心 哎呀 你先讲一会吧 来好故事配好酒 好故事配好